卡佩拉与火箭关于合约的事宜,牵动着每个火箭求你的心,尤其火箭方面是屡次加价,也表现了足够的诚意。 如今卡佩拉团队也终于接受报价,与火箭达成为期五年的合同,不过这一次达成协议,其实是卡佩拉做出了让步,一、火箭不再加价,卡佩拉团队中妥协,根据美国媒体的各种报道不同版本的披露,火箭在许约卡佩拉的时候各种加价,从一开始的四年4800万的版本,到之后的一直加价到最后的五年九千万。 这次卡佩拉的试约的确也是五年九千万,但是合同细节方面却不一样,至于之前最后一次报价是五年八千五百万美元,工资加五百万美元奖金激励,变成如今敲定合同的五年八千万美元,工资加一千万美元奖金激励。 从这方面来说,可以说最终卡佩拉不仅妥协了,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,反而限定了不如之前的合同。 二,火箭续约谈谈张势有度不可否认,卡佩拉在上课赛地的表现非常出色,也正是因为如此,得到了进步最快将的提名。 由于卡佩拉季后赛中展现出惊人的实力,因此卡佩拉的身价暴增,先后拒绝火箭的报价之后,更是表明了自己想要索要为期四年价值一亿美元的大合同。 但是火箭虽然一路加价,但是最终开出九千万美元的合同之后,就假然而止了,并没有继续加价的意思。 而卡佩拉团队也一直没有得到其他球队的更高报价,虽然卡佩拉可以选择资质报价,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赌博。 众所周知,2019年夏天多名全明星级别的球星,进入自由球员市场,卡佩拉想要在明年寻求大合同的可能性恐怕也不高。 虽然卡佩拉团队一直与火箭僵持,但是最终还是同意的火箭的报价,火箭方面却没有踩入之前的合同细节模式,反而是对卡佩拉的合同相对进行了一定的调整。 不过卡佩拉团队最终还是接受了这样的合同。 三,卡佩拉即时回头未到诺尔和莫泰覆辙,可以说卡佩拉团队最终没有一意孤行,还是与火箭完成了合同,虽然没能达到预期,但是年薪达到1800万美元,相比较努尔机器次年5300万美元,克兰德尔两年1800万美元,合同卡佩拉的合同,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而卡佩拉团队之所以妥协,恐怕在一定程度上,是担心重蹈诺尔和莫泰的覆辙。 此前诺尔曾拒绝雷期次年,价值7000万美元的大合同,结果在拿资质报价大球的一年时间里,被独行侠强行摁在板凳上,导致他的价值大幅缩水。 于是,在2018年夏天,诺尔最终和雷霆签约,然而拿到的却是两年的底薪合同,可以说他拒绝了大合同之后,现在身价暴跌,损失巨大。 同样的,莫泰在拒绝火箭开出的四年3500万的合同之后,最终却沦为在NBA无求,可达的糟糕境地,最终只能在CBA换迹。 从某种程度上,来说,如果是卡佩拉坚持拿资质报价再大一年,那么极有可能会造成双方都不高兴的情况,那么未来的一年时间里会发生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,卡佩拉团队的妥协相当于及时回头,避免了诺尔和莫泰同样悲剧的发生。